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春 這裡有幾個網友問的問題 有一個想問 想問小春哥JASPER的喇叭 有帶回家了嗎 那個喇叭是劇組 不要了 還帶回家 到家我就每天不好過了 不好過了 第二個網友就問 哈哈哈哈 陳小春那一盒 真的把我嚇了一跳 看淡漠說不懂陳小春和他老婆 看起來都是炮爪 一樣的性格 怎麼生出這麼 懂事乖巧的蛙 這個有修了很多事情 婦婦的症 這也許就是我這個婦 跟草兒這個婦 就變成JASPER這個症出來 好另外一個網友就問了 哈哈哈哈 JASPER簡直愛死你了 哈哈哈哈 這不是爸爸去哪兒 就是陳小春變形劑 呃 怎麼爸爸去哪兒也好 陳小春變形劑也好 我覺得 我兩者都在享受這個過程 我一直在變 我一直在變 我一直 我沒有停過在變 我一直在變形 好 沒了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跟你們說 如果你們在享受家序的話 我都不知道是你們在做 哈哈哈哈 怎麼會有這麼偷的交信啊 你們偷問人家的孩子 這個是不對的事情 而且是合法的事情 當然我知道你們是開玩笑 也真的要謝謝你們 這麼愛護我小孩 愛護JASPER 不用偷 不用偷 錄完這個保法區欄之後 發一些視頻給大家看一下 不用偷 犯法 犯法是怎麼能做呢 你會不會